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现在外面是冰天雪地 寒风凛夜 但是相信弟兄姊妹会和我的心一样充满了火热和喜乐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又到了一年的圣诞节 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心灵来迎接这个圣诞 是否是带着感恩之心来纪念主耶稣的奖声呢 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值得欢庆的日子 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吧 叮叮叮叹 叮叮叹 我们花雪多快乐 我们坐在雪角上 每当这个欢快的音乐 响起在大街小巷的时候 人们就知道 圣诞已经来临了 人们尽情享受着圣诞的欢乐 感觉是那样的平安 幸福 美好 但是很多人却并不十分了解 这一天的欢庆 是源于两千多年前 一个婴儿的降生 这个婴儿出生在马棚 因为没有摇篮和小床 就被安放在一个马槽里 但是他的降生却成了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那一年也成了划时代的一年 他的降生成了全人类的拯救和盼望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全世界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生命 所以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是的 他就是耶稣 耶稣为爱而生 它是继续归的 伯利恒是大魏的家乡 是路德和波阿斯结合的地方 也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虽然熟悉旧约的犹太拉帝们知道 他们盼望的救世主会诞生在伯利恒 但是那个晚上 那个小城 无知无觉 并没有为来到的军王的诞生 做好迎接的准备 伯利恒的那个晚上 有两种东西是圣诞节的那种 马曹和牧羊人 当伯利恒一切喧哗安静下来的时候 也就是半夜的时候 唯有郊外野地里的牧羊人还醒着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一幕 天使向牧羊人保驾音 天使为何不去惊重一些城中更有影响力的人呢 牧羊人的话又有多少人会去信呢 关于这个问题不好深入探究 但是圣经记载了一件事情 就是牧羊人 天使为何不去乱羊人 也许你一无所有 但是你抓住了这个机会 别人睡了你还要醒着 天使之所以向你说话 向你唱歌 是因为你并未失去一颗积极回应的心 你没有把这件事情看成无所谓 你认可天使说的 这是个大喜的信息 你也没有无懂于衷 所以上帝把这个大喜的信息 没有给那些显贵 而是给了你 那个能够为上帝的赐予 去相信 去求证 去欢喜的人 耶稣 全人类的救主 为爱而生 因为爱 他谦卑自己 从天而降 成为人的样式 住在你我中间 重重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因为爱 他牺牲自己 33岁 代替人类的罪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进鲜血 十字架 从此成了拯救的标记 屹立在全地 因为爱 他超越了自己 死后三天 从死里复活 留下空坟墓 作为战胜死亡的记号 从此 信靠他的人 也可以靠着他 战胜死亡 得到永生 耶稣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这个美丽的世界 就是神的创造 爱的结晶 爱 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 人心 可以感受得到 上帝 也是这样 虽然 看不见 摸不着 却又真又活 永远长存 那双无形的上帝之手 在冥冥之中 掌控着宇宙和人生 既然 有这份来自上帝 比天高 比海深的爱 在围绕你我 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和重担 不能放下来 耶稣永远爱你 他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永远爱你